疲劳但是我们也应该鼓掌 放心别站一眼 让开首要的舞台 好那么十位热心体育事业的社会人士 把十个洋娃娃交给了我们的获奖嘉宾 还有奖杯 当然更重要的是金光闪闪的奖杯 好接下来呢 我们来颁发B组的十家健身小姐奖 有请颁奖人 深圳PP网旅游商品开发有限公司的 董事总经理秦晓琪先生 深圳科泰电器有限公司董事长吴洪平先生 还有深圳市邮电会议中心的总经理 黄永强先生 北京中亚广告公司 北京中亚广告有限公司 华侨城工会副主席李立功先生 还有广东惠州港业股份有限公司 他这个两个身份只有一个人 咱不如念这个 中国光大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驻惠州首席代表港业公司 副董事长副总经理刘战先先生 他总是战先 美国梦幻娱乐集团董事总经理王正先生 中国汇通集团深圳公司 副总经理崔永波先生 还有深圳市莱英达东鹏特种饮料有限公司 总经理习延超先生 还有一个这个是深圳市 华侨城集团的深圳市体育发展中心 副主任蔡明远先生 还有华侨城体育中心 华侨城党委副书记董亚平先生 好十位嘉宾 好像是健身小姐在接受选举 站在这里一动不动 实际上你们有光荣的使命 就是要从你们手里呢 把奖杯发给我们 一米六零以上的小姐们 有请奏乐鼓掌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现在我们的20位嘉丽心里都有了底了 起码能够不致空手而回 一个人有了一个杯 但是还有更精彩的在后头 两位给介绍一下 我们接下来还要颁发什么奖呢 单项奖 对了 那么单项奖呢 每一组还会有三个杯出现 这三个杯分别是形体 还有这个 最佳激情奖 最佳形体奖 最佳编排 最佳编排奖 对了 好 那么三个奖项花落谁家 现在呢我们先看看A组 就是1米60以下组的嘉宾 颁奖嘉宾待会再请啊 先说嘉丽吧 宣布一下 这个哥辉先来宣布 A组的最 我觉得这个应该他来宣布才合适 对吗 为什么 为什么 你一定高兴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A组最佳编排健身小姐杯的获得者是 谁啊 能是我吗 我好激动 李洪波小姐 李洪波小姐 我发现这边的拉拉队比较有意思啊 谁上来他都叫好 你来站到前面来吧 来的 站到前面来 李洪波小姐 哦 你看他现在手里已经拿了 那个一会儿李仪小姐帮他把这个先拿走 好下面我们请云南绿A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的总经理 杨世宏女杨世宏女士来为李洪波小姐颁奖 好 现在我们请一位女士来为这个健身小姐来颁奖 是不是感觉有点心酸 那么你想 你觉得他给我们这个妇女啊树立了什么样的典范呢 树立了健美爱美健康的典范 接下来肯定说这也是我们产品的宗旨 来来来 有请 这个不是 应该是那个 那个那个 你怎么把这个杯抢过来 应该我替李洪波来拿 好 为李洪波小姐祝贺 而且是第一个获得单向奖的 祝贺你举着两个杯 应该跟大家说两句对不对 不用拿话筒 就抱着这个奖杯就好了 我给你拿着 好了 我在这里呢 最要感谢的是各位裁判 裁判员辛苦的为我们打分 再就是感谢各位的观众 和电视机前的观众 支持我的朋友们 和给我帮助的教练 谢谢 好的 大家再给他鼓鼓掌 谢谢李洪波小姐 我们现在这个最佳单向奖的这个颁奖 你派我把你的娃娃拿走 是不是 我帮你抱一会儿 我们现在这个来宣布呢 他这个最佳单向奖啊 颁发比较有戏剧性 就是A组的最佳编排奖了嘛 下面就到了B组的最佳编排健身小姐杯 是哪一位 朋友们喊喊名字给我听听 大家不知道名字喊号吧 喊号 几号 你们希望是几号 好 现在我们来向大家宣布 这位小姐是 程丹童小姐 上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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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前面来 一般得了奖 都要跟我们接近一点 好 有请 那么现在呢 我们来请来一位贵宾 为他发奖 云南盘龙云海药业 有限公司的总经理 黄显安先生 有请黄先生上台来 为 为我们的单童小姐颁奖 有请 颁单向奖 他们就不奏乐 看来是 咱们赵丽也要请 我们的这个程小姐 过一会儿 跟我们来谈谈 她的获奖感受 好 谢谢你 谢谢 好 那么程小姐 这位热心体育事业的人士 她有时候不知道 下台怎么走 可以理解 可以理解 我首先呢 要感谢国家提委 感谢赞助单位 给我们这个展示的机会 谢谢各位观众 好 谢谢单童小姐 那你得了这个最佳编排奖 有没有信心拿冠军呢 有 有信心 有信心 但是如果没有拿成冠军 怎么办呢 下次努力 下季还来 真的 下季再来 谢谢你 谢谢 精神可嘉 那么刚才她说了 因为我们最绝的这个奖项 最后的这个奖项啊 还有冠亚继军 对吧 现在是颁的最佳单项奖 好 接下来呢 我们要颁发的是 A组 最佳形体健身 小姐碑 得主是谁啊 A组 大家叫叫号码 看一看 活跃一下气氛啊 18号 从后台传来是18号 这个我也不知道是几号 我们读她的名字 郑燕玉 郑燕玉小姐 那一位 14号 是我们刚才的冰雪姑娘 冰雪聪明的那一位 答案一下就背得出来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有请 国家体育总局 设置中心副主任 中国健美协会主席 宋兆荣先生 为她颁奖 有请宋先生 宋先生是找不到路上来 在这边 没关系 宋先生慢慢走 我们不妨让郑燕玉小姐 跟我们大家说几句话 对啊 我觉得太激动了 第一次参加郑燕小姐大赛 非常感谢各位评委 和热心的深圳的观众 对我的厚爱 非常感谢 谢谢 心情很兴奋 声音都有些发展 好 宋先生 宋先生 大家为她鼓掌祝贺 两个奖 要不要我来帮你们拿好 没事 拿一百个她也拿得了 谢谢宋先生 谢谢宋先生 恭喜你 恭喜你 好 请回吧 跟你的同伴们分享 这个成功的喜悦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 到了B组的最佳形体健身小姐杯 大家知道最佳形体 在我们的评选当中 是占分最多的是吧 占六十分 好 大家猜猜是哪一位小姐 这次说说号吧 我听到了 我听到有人真的具有裁判的眼光 对 是黄奔奔小姐 我们的笨笨小姐 好 那么现在呢 我们再请国家体育总局的副局长张发强先生 来为他颁奖 好 请张先生 这个颁奖的级别很高啊 颁奖嘉宾 看来下面我们还要再协调一下 正好趁此机会呢 给大家说几句话 你看这么多朋友 今天晚上为了看你 看到现在他也不走 我非常感谢在座的各位 也感谢裁判组给我的 这么多年来运动生涯的评价 我希望说 我能永远保持最健美的身材 谢谢 好 谢谢 有请张先生来办 有请张先生 这一手拿一个奖杯 没办法跟张先生握手 我帮帮忙 原来我还拿错了手 真是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你是净帮到吗 好 还要我帮着拿吗 这奖杯从来不想让别人帮着拿 好 谢谢你 祝贺你能够获得这个奖项 然后现在我们到了这个A组了 A组最佳表现健身小姐杯的获得者是 哪一位 许歌辉啊 怎么听他讲我的名字 很好啊 这个建议不错 最佳表现 马燕小姐 马燕小姐 在这边 就是那位款款小姐 下面我们请深圳有限电视台的台长 谢杰华先生 为马燕小姐颁奖 好 那么趁我们台长上来之前 马小姐也可以谈一下 但是我有一个建议 刚才有许多人都说了 感谢这个国家TV啊 总局啊 这个话我们也替你说了 所以你说一点别的吧 这个时候最希望和谁来分享 获奖的喜悦 我想应该是我的教练 你的教练在下面吗 对 是哪一位 站起来让大家看看好不好 这一位就是刚才那个领操的小伙子 不是你 那你为什么要站起来 他不是你的教练吗 你的教练在幕后 就是你看看人家教练的风度 你看看你 不过借用这个机会 我们也可以感谢那些 无数的幕后的英雄 为了培植这些健身小姐 对吧 你付出了很多心血的 好 马燕小姐 看来他这个睫毛也是他教练的设计 非常长 好 谢谢你 谢谢 谢谢 恭喜你 也就和你的教练 好 他 行 你可以回去了 新疆来的回族姑娘 对 他穿这个金光闪闪的衣服 就好像有预感要得奖 下面呢我们来发 B组的最佳表现健身小姐杯的获得者是 咱们不搞悬念了 大家未必知道他的名字 周霓小姐 周霓小姐 好 周霓小姐 大家都是自发的为你鼓掌 不用我珊瑚 我们请华侨城广告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曾淳女士 为周霓小姐颁奖 好 周霓小姐赶快讲一讲吧 得意思想讲一次话 这就成言说家了 我在这里 谢谢大家 我只想说一点 我这次来参加这个比赛 我觉得完全是因为 我对健身运动的爱好 它对我来讲 高过任何金钱和荣誉 对我的诱惑 谢谢 谢谢 我们一定向你学习 好 能不能捧得住 能捧得住 好 谢谢你 谢谢 好 请回 待会儿准备再拿下一个 哇 现在已经翻上来了一个皇冠了 现在我们看到有皇冠在这里 这个 我们的冠亚继军 是不是就开始有帽子戴了 这叫皇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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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我们先来公布一个 A组的继军小姐好吗 A组的继军小姐 我现在先有请中国建美协会的秘书长古乔先生 上台准备为他发奖 然后再向大家揭晓到底是哪一位小姐 好 大家猜一猜 这个就是一米六零以下的 冠军在这十个人当中 十八号还有多少号 三号 我不知道郑苑玉小姐是多少号啊 十四号郑苑玉小姐 鼓掌鼓掌鼓掌 真的非常鼓掌 真的非常鼓掌 有请中国建美协会秘书长古乔先生 应该是第二次来了 下来了是不是 牵一牵手 谢谢 更加美丽的 他这个输这个头 我看就是准备戴帽子的 很羡慕啊 你要下去了 你就站在旁边吧 因为一会儿我们带着这个皇冠的 是啊 这几位冠亚季军都会站在这里 他这个皇冠上 他是这个白金和钻石啊 非常贵重的 你怎么知道的 哎呀 我事先打听过 不值钱我也不感兴趣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看 B组的季军花落谁家呢 B组季军 盛亮小姐 哦 浙江的姑娘 下面我们请 附身公司中国市场部经理张建国先生 为B组季军盛亮小姐颁奖 有请 不过你的这个心情怎么样啊 嗯 非常高兴 因为今天还是我的生日 大家祝他生日快乐 祝他生日快乐 我们一块儿 哎 我发一个倡议 咱们为了这个嘉丽的生日 给他唱唱生日歌好不好 我起个头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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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高了 哦 来来来 哦 他一米六零以上的 他必须矮身来接受这个帽子 好 还有证书 好 谢谢您 谢谢 好 现在我们已经看到 A组 B组两位继军站在台前 但是起码他们知道自己得不了冠军了 这有点遗憾 下面是 下面是 亚军 亚军 我觉得这个亚军呢 咱们还是从你开始颁奖吧 我想领奖 我想领奖 你实际上都已经揭晓了吗 A组的亚军小姐是 李鸿波 我为你感到骄傲 好 我们请国家体育总局设置中心副主任王小黎先生 为A组亚军小姐李鸿波颁奖 李鸿波小姐啊 你真是为我们矮小的女性争气啊 那你也代表矮小的女孩子说几句话吧 这么小的人已经抱了两个杯 头上还要戴个大帽子 以后我想有机会的话 我一定要跟你学健身 可不可以 拜你的师 没问题 没问题 你看我可以吧 能训练的好吗 一定可以的 你身材本来都非常好 谢谢谢谢 好 现在我们有请颁奖嘉宾 为你 这叫加冕啊 不得了啊 好 我们为她鼓掌祝贺这一光辉的时刻 好 谢谢 恭喜恭喜 最后是不是也代表你 就是那个小巧玲珑的女孩子 对所有那些恨自己长不高的人 跟她们说几句话 有没有什么建议 或者是有没有什么忠告 其实身高跟你的外形都没有什么很大关系 只要你的身体健康 拥有一个美好的生活 就行了 当然美一点也没坏处 是吧 好 谢谢你 大家看到我们的季军小姐都很有风采 这个绿色旗袍 俏丽风中 确实非常迷人 不过我想亚军是不是更加惊心动魄 好 接下来我来宣布 B组的亚军小姐是谁呢 我们先有请广东复身公司的策划总监周一夫先生 对 请您上台准备颁奖 然后我们宣布B组的亚军小姐是黄艳艳 黄艳艳 恭喜 黄艳艳 看来黄艳艳小姐人气很高 得了奖之后很多人叫好 健身小姐亚军的皇冠 是皇冠 后冠应该叫 后冠 好 谢谢周先生 好 你看周先生颁颁奖不想走了 来 下面 我们最后最关键的最刺激人的最有悬念的这个奖项要产生了 这个奖项弄得我嗓子都压 很激动啊 我建议我们三个人往后站一点 然后把所有的这些加力都呈现在大家面前 大家可以 我们不要挡着他们 注意一下他们的反应 对 现在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A组的是吧 A组的就是1米60以下组的十位加力当中 是哪一位小姐得了冠军呢 所有的照相机镜头 不如你们自己谁觉得自己能得冠军举举手 看看你们压着宝有多大 谁也不敢举手 看看哪一位敢举手 谁估计自己能得冠军要有勇气嘛 谁不像你脸皮那么厚 就有些难为情嘛 看来只有我自己举手 我只能说了 A组的冠军小姐是王立军小姐 现在我们有请凤凰卫视的副行政总裁 兼凤凤凤卫视中文台的台长 王继炎先生 为王立军小姐颁奖 这是光辉耀眼的冠军的后冠 他还不太好戴 哦 还有一个 大家再给调整一下 好 现在 谢谢 谢谢 而且同时一家人啊 都是姓王 双王会嘛 大家看到很温馨的场面 继军和亚军 他们这个亲密拥抱 然后 你们来宣布吧 我这个神经已经承受不了了 最后就是 最后的 一米六零以上赌别的 毕族冠军小姐的获得者是 谁敢举手 还是没人敢 那边有人在喊 看看 大家猜一猜 大家猜一猜 那边喊对了 陈丹鸿小姐 陈丹鸿小姐 蝉联上届冠军 请广东省政级常委 附身服装公司总经理 陈诚才先生 为B组的冠军颁奖 陈丹鸿小姐 是上一届健身小姐的冠军 这次又在蝉联冠军 她要总参加比赛 是不是就没其他人什么事了呢 这真是让人非常羡慕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个冠军 她不仅是有皇冠 有后冠 而且她还发一根拐棍 不错 都是这个珠宝 都是珠宝 所以就象征的 象征我们这个 酒吧中国健身小姐的尊贵 好 现在我们请 这个所有的嘉丽上台来 因为这些嘉丽呢 都是从全国各地 千挑万选出来的 好 多谢各位朋友 今天到此捧场 那么今天的这个 全国健身小姐的比赛 到这里呢 就要落下帷幕了 我们还是希望这次比赛呢 能够带给大家享受的同时 也传达一种信息 传达一种精神 就是每一个人 不但要有一个美的外表 而且还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多谢今天 希望大家都投入到我们这个 全民健身运动中来 好 那么今天在场的观众朋友 我们一起分享了 酒吧中国健身小姐 获得奖成功的喜悦 再见 我们要向观众朋友们说再见 但是呢 我们需要邀请国家体育总局的 有关官员上台来 和这个嘉丽们呢 一起合影留念 好 再次感谢大家的光临 谢谢 谢谢 谢谢